珍贵的蛋 现在脱离的威胁快要孵化了 母亲能听到蛋壳破裂的声音 她的任务完成了 但是她的清代本能仅仅到此为止了 与后来的哺乳动物相比 她从不照顾幼龙 她的本能任务是烈石 以拯救自己的生命 失去了母亲的保护 幼龙将必须学会独立生活 他们踏出了在这个危险事件的第一步 随后必须立即冲向安全的树林地带 有些幼翼翅龙已经依靠自己的本能 拥有和保护自己的本能 他们在粪便中打滚 而粪便恰恰是成年义尺龙最讨厌的东西 这样就能远远离开危险 开始自己的生活 这是一头积不择实的成年义尺龙 这就是那头离开自己幼龙的磁义尺龙 它将会把遇见的所有弱小幼龙吃掉 至少只能帮助那些比较强壮的幼龙存活下来 这对整个种群都有好处 现在爬行动物已经变得非常净化了 这强化了他们对陆地的控制群 他们的双腿变得更长更直 这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离开地面快速奔跑 他们的脊柱和肌肉变得更强了 粗看上去 他们长得甚至更想哺乳动物了 他们的头骨逐渐破连成巨大的弩枪 移动了更大的脑部 还有那些巨大尖锐的牙齿 一个特殊进化的爬行动物时代正渐渐到来 interim 快点 дум 什么